大家好,我是小斗 在海边每当落潮以后 在沙滩上面就会有很多黄色的小管 今天我们到海边过来看一下 这些小管几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走 看,这边沙滩上面都是的 密密麻麻的 这个小管几下其实是沙滩 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这一把铁锹 如果用手挖的话,根本就挖不到它 这个东西反应特别快 今天我们用这把铁锹挖它 走 我们就在这边随便找一个地方挖吧 这地方全都是的 就是这个东西 看,就是它 还在这爬呢 乱动 这个东西叫鱼挺好用的 不过有点小的,有点细了这样的 我们到这边再挖一下 这个东西反应特别快 不是每一个洞都可以挖出来的 我们挖一下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洗一下看看 哦,这也是沙滩啊 看,看这个爬子就知道了 还在动呢 铲断了 我们在这边再挖一下看看 看,这么快的速度都跑到这里了 这一根 很细这一根 还挖断了 看 这边还有一条这样的沙滩 我们洗一下对比一下 看这两桥 不一样 跟蜈蚣似的这一桥 诶,端到沙里面了 开始端了 诶,看,进去了 看 又挖到一条 这个以后叫鱼就不用买鱼食了 落草以后这个沙滩上面这样的小管特别多 以后要是叫鱼的话 就直接在这边挖就可以了 就不用买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 以后给大家分享更多原生态的海边视频 我是肖斗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